小说道诡异仙中都有哪些邪魔歪道 他们又是如何修仙的 今天002就跟大家一起聊聊道诡异仙中的邪恶势力 第一个 西山东华派清风罐 清风罐是主角李火望的出身门派 表面上是一个正规的道观 师父丹阳子拥有一本记载着成仙方法的老君爷天书 他带领一众弟子修行仙法 七代有朝一日位列仙班 清风罐的罐风非常朴素 丹阳子会带着弟子包饺子 给弟子发压岁钱 甚至死后也没忘记带李火望一起成仙 但实际上 清风罐的弟子是抓来的天残地磁 功法是抢来的低级祸 丹药是血肉炼制的毒物 甚至连天书都是做妄道的笑话 但即便这样 丹阳子还是修成了淡仙 第二个 人霄势力 人霄是靠阳寿丹续命之人老而不死变成的邪随 他们拥有一定的灵质 即使死后也没有放弃得到成仙 人霄汇聚在一起修行道法 炼制丹药 但可惜他们早已经变成了怪物 第三个 白莲教 白莲教是女主白灵秒的母教 他们自称白家人 世代生活在一个小山村里 表面上看十分祥和 但实际上 白莲教信仰四命无生老母 拥有神打鸡童的神通 他们屠戮周围村落 用人柱修建白莲教的秘密基地 是监天司指明要清理的邪恶教派 不过无生老母成为掌管慈悲的私命后 白莲教又转为了正派 在白灵秒的带领下 白莲教带领其他门派一同抵抗天灾 最终成为了大梁的国教 第四个 莫家 莫家末守成规 一直沿用古时的规矩 哪怕这些规矩已经被定义为了邪规 莫家会想尽办法弄到关家人 然后闻火慢炖制成美食 莫家还会将首个亲生骨肉献祭给保家仙 更离谱的是 莫家不得跟外人通婚 只能兄妹子母互通 因此莫家人天生畸形怪异 遭到了其他门派的共同厌恶 第五个 天成国 天成国是大梁之外的世界 与无生劳母有生死之仇 天成国供奉左丘勇 曾抢夺无生劳母的长生天道 成为了肉身私命 之后左丘勇带领说不得大军占据天成国 寻找诛杀无生劳母的方法 最终为大梁与大祈带来了人为天灾 第六个 坐望道 坐望道信奉掌管谎言天道的阴阳斗王 是一群以骗人为道的乐子人 实际上 坐望道可以通过骗人获得飞纲 而且耍得越好修炼效果越好 因此坐望道人均骗人上瘾 即使失去生命也要把耍人进行到底 其中耍人最厉害的是头子 下面是三元四形 最底层的是麻将普通花色 而且数字越大地位越低 想要加入我们坐望道很简单 陪头子打局麻将 自摸哪张牌就能成为哪张牌 你想要试试吗